面对这两年美中贸易战、美元升息、日元贬值等国际情势及大环境转变 经济部次长陈正琪在与超过50位大金融地区厂商代表座谈时表示 经济部除了透过投资台湾三大方案加速辅导企业转型 明年更将编列20亿元经费 将台湾好产品带往国际行销拓展商机 国际贸易署明年我们已经变了20亿的预算 叫好产品带出我好产品推出我 他会20亿的帮我们的业界来做国际扩销的工作 包括协助大家怎么用数位来扩销 这些网路无远无借 未来还会导入新的AI的各种技术 这个也是国际贸易署要去用他20亿的预算来推动的 长期关心基隆各大工业区发展的立法人蔡世英哲建议经济部 研议工业区厂商融资方案 协助厂商获取资金强化产品竞争力 如果你是工业区的厂商 你有相关资金的需求的过程当中 不论是你有购地的需求 厂商的需求 设备的更新等等 我认为经济部可以在政府会动一个工业区厂商的 协助那种资利息补贴的专案 这样的话工业区的厂商就会觉得说 我进到这里面之后 我的很多的条件也许会更好 净零碳排是厂商关心的另一项重点 尤其面对欧盟计划 2026将实施碳关税 对此蔡世英也呼吁工部门协助厂商转型 是当务之急 在厂商的实际面来讲说 因为在厂商一个设备更新及技术转型的构成 通常是成本非常的巨大 而且是一个旷路非时的巨大工程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可以见解看 政府可以将相关的辅助措施 以及辅导措施去做一个加速 甚至加管和放宽相关的限制 或者是把它的期程延长 来衔接到2026年的一个 精灵碳排欧盟碳关税的期程 如何面对这个精灵碳排的要求企业做转型 我觉得大家常常可以去想一下怎么来做 那我发挥经济部很多单位 都有很多的策略报告来评書 现在有很多相关的协助辅导厂商 都陆陆续续在整理当中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可以来思索这个问题 城镇起则回应 经济部将从三大方向辅导企业有效检碳 在经济部这部分我们也跟欧宏在沟通 希望能够让大家的这个 如果有涉及这个产业的话 你得到的证明证书 还有东西卖过去 这个排关税的体检能够更清楚更详细 而且最重要还是我们要改善我们的制程 然后在能源的部分 尽量用低碳的人员 还有就是用循环经济来改善 由于金融地区的六堵工业区 大五轮工业区及瑞芳工业区 都是属于台湾早期的工业区 蔡世英也要求进一步 针对电力、天然气、污水管线等基础设施 持续协助工业区进行改善升级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